蠻健身的說了 就是看完您這個書之後 發現還有看一些心理學的書 還有您剛剛都有提到 跟原生家庭 比如說男生跟媽媽 或者是女生跟夫妻 如果關係還有怨罪還有恨 還有一些沒有辦法量解的東西 其實不在兩性關係裡面 會沒有辦法做到成一個平衡 可能會離婚 或者是在婚姻裡面非常的不舒服 那其實我想請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您剛剛不好意思我遲到了 但是我進來的時候 我有聽到您講到一個 我覺得是重點的地方就是 你要放開跟父親的這些過往之後 你才有可能跟你的先生感情是OK的 這個狀態 我自己的經驗 對 那我想請問的就是像 那如果現在在婚姻 遇到了這種困難跟問題 那你要怎麼判斷說 是不是我自己跟我原生家庭 出了什麼關係 出了什麼狀況 沒有去做平衡好 抑或是這個人不可能 他還在不可能改變的那個原定 因為這樣這兩個做的選擇 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想 好 我可能沒有 我可能沒有要直接回答你的答案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一個我認為可能可以幫助你的答案 如果媽媽 看爸爸 就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懶 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去賺錢 你為什麼不努力工作一點 你為什麼不向別人家的老公去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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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的媽媽是這樣的 這些話我們都聽在耳裡 你結了婚之後 你老公 只要坐在那邊看電視 我們的腦子很可能就會開始跑這些生命 因為那是一個很自然的投資 我們從小聽到大 我們從小聽媽媽這樣說 我們就會解讀成 人不應該這樣 因此我們對先生 這方面的耐心 就會少很多 我們就很容易 把媽媽以前的那些話 我們的腦子就開始跑 那如果說 我們就開始對先生也有這樣的話的時候 那個老公 就會離我們越來越遙遠 我們就很容易 去複製我們母親的命運 在我們沒有覺知的情況之下 另外一種說法是 你幫說我現在 我說藍色 然後大家開始看看身邊周圍有什麼藍色 你會看到說 哦 那個也有藍色 诶 這裡也有藍色 哦 那個也有藍色 诶 哦 這個也是藍色 剛才你們完全沒有看到藍色 沒有注意說藍色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我一提之後 我們大家就開始看藍色 這就是吸引力法則 我們只會看到藍色 缺點是一樣的 當媽媽一直都只是在挑剔 爸爸的缺點的時候 我們只會看到那些缺點 我們只會看到那些 因為我們的腦子都在看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跟我們的父母親的關係 是 連結是非常深的 我有一個方式可以讓各位解釋 但是我這個 我要講這句話 你們心臟要強一點 來 先深呼吸 我要說的 你媽媽身上 你所看到的缺點 連你都有 這是一個 可以讓我們自己去解釋 我們自己的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為什麼人家講說那個 那個批評 其實它是 它真的是一個開悟的大師 可以讓我們不斷地解釋 就是我們自己 也就是你 你覺得你媽媽 你最忍受不了 你父母親身上的缺點 你越忍受不了的時候 笑老高興 太誤了 你越忍受不了 我們父母親的缺點 我們身上 那個越是固著 越是母親 所以 回到你剛才在問的 當我這樣說了之後 你再問你要問的問題 你再問 還是你覺得說 我剛才的回答有沒有幫到你呢 謝謝賴老師 我覺得您的回答很清楚 就是其實都是 從小跟父母一起長大 他跟我們的連結非常的深 所以我們很容易把一些 過往的東西投射到 不要說另一半 我覺得連一般人很有關係 都是這樣 太好了 你看 真的是 開悟了 的確是如此 我們的世界 我在之前還有翻譯一本書 叫 《失落的幸福經理》 也是很棒的一本書 它裡面有提到一個就是 我們的念頭 創造我們的語言 就是先有念頭 念頭 會帶出我們的話 對不對 先有想法 然後我們的語言 就帶出我們的命運 我們的語言 創造我們的命運 所以 很多的時候 我們都不在 我們都沒有去 褐炫說我們那些念頭 到底是真實的 還是 它其實是虛構的 這又是另外一個很深的一個課題 也就是我們從來沒有去好好去思考說 我那個念頭 是真實的 還是虛構的 比方說 爸爸都媽媽都說爸爸 他不負責任 然後我們孩子也經常就會覺得說 對爸就是不負責任 天啊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靜下來去看看 這句話是真的 還是虛構的 沒有 沒有 但是因為 我們對 通常孩子跟媽媽的關係是比較緊密的 通常 我們把很多媽媽的思維 媽媽的想法 媽媽的念頭 都納入了我們的系統裡面 這個系統裡面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納入 因為我們太愛媽媽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媽媽認為 這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是好東西 你要打破這個思維 不太容易 就算你嫁了一個好東西 你都會把它變成壞東西 這是非常無意識的 unconscious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看 我們就覺得說 他老公很好啊 他為什麼一天到來嫌他 那個 在他的腦子裡面有一個信念 當他那個信念很強的時候 他就會把對方變成壞的樣子 在學院裡面有一位 她的故事 我覺得可能跟各位一起來分享一下 這個女士 她的父親 她跟她的父親關係很不好 因為爸爸媽媽的關係不好 所以她在很小的時候 她就一直想要離家 離開家裡 一長大 只要到了失婚年齡 她就想要趕快逃離家裡 然後 她的認知是 我絕對 不要找一個像我爸爸這個 她希望 然後她也數落媽媽 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狗 去嫁一個 這種的暗風 怪你的拍名 我不一樣 我一定要把眼睛睜大 我一定要趕快去創造我 幸福美滿的家庭 這種信念很多人都會 她結了婚之後 幾年過去了 就覺得很奇怪 她覺得她的老公 越來越像她爸爸 然後她就開始罵她 開始罵她先生 數落她先生 因為這樣子的數落 後來她自己 在婚姻當中 她就有了外遇 有了外遇 她就回過頭 跟老公離婚 因為她覺得 這個老公我當初找錯人了 我要離婚 離了婚之後 她再嫁給那個外遇的對象 剛開始的時候很甜蜜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她發現 怎麼她這個老公 越來越像她前夫 一直到有一天 她真的是被打醒 為什麼 因為她所數過的那個前夫 後來的別人結了婚了 卻是一個十足的好先生 好爸爸 這個時候她才開始去 思索 到底是什麼問題 這個時候 她才回過頭去看 她才了解說 事實上 女人 女人的意志 是非常強的 當我們的意志 是往那個方向走的時候 我們真的 就會把對方 逼成那樣 那男生 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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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通常男生很喜歡聽我的演講 哈哈哈哈 因為 因為我身為女人 我知道女人的力量有多大 我知道一個女人 在家裡面她所扮演的角色 的那個力量有多大 那因為我是一個女性 那 因為我自己在我覺醒之後 我發現 我沒有善待男人 那 這是我自己的 Case 那是因為 我一直以往 一直帶著我母親 對男人的批判 在看男人 後來 當我真正的 把一些念頭 放下 重新再去看待的時候 我看到的男人是不同的 我在我第一個婚姻裡面 對男人的 想法 概念 因為現在 我跟我先生 我所擁有的 相當的概念 是我非常不同的 我現在對我的先生 我很多很多的疼惜 因為 我就像我所說的 我知道女人的力量有多大 你知道女人的力量有多大嗎 你知道嗎 因為全世界的人 都是女人生的 哈哈 都是從女人身上 生下來的 我們跟孩子的那個關係 是非常緊密 男人 我說我心裡很男人 我們是到現在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先不要講答案 你怎麼知道 你爸爸是誰 媽媽說 是現在才有DNA 才可以去 去看說 可以去證實 這一間造型 你的爸爸是誰 是你媽媽說的算 是女人說的算 所以這個媽要讓你認爲你爸爸是誰 她就是誰 所以 女人在一個家庭裡面 其實 她的力量是 非常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說那份女性的溫柔 那個人 是一個非常大的力量 如果所有的女人 都看到自己 在一個家庭裡面 所扮演的那個角色 和那個精神的力量 你的所有的行為 會完全改變 你不會再繼續 扎呼扎呼的 你也不會再扮演 那個受害者的角色 因為那個 都是傳統之下 所殘留下來的